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加快自主自强的科技开发的步伐 解决外国卡脖子的问题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使我国在重要的科技领域成为全球的领袍者 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 历经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习还说了要加快构建发展格局 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战略决策 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 就习近平召开的这么一个进行的集中学习 并且提出的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 谁卡了习近平的脖子 卡脖子很难受啊 你呼吸不了 是吧 那么谁卡了脖子呢 习近平其实已经说了 外国 哪个外国呢 当然是美国了 是吧 这不需要说 因为在川普时代是发起了贸易战 经过一人两人多人的团判 最终呢 这个川普宣了桌子 不玩了 征收25%的高关税 拜登上台以后呢 延续了贸易战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制裁 同时呢 他的手啊 更辣 更狠 他采取的是 科技战 从科技上来限制中国的发展 这一招啊 他的威力是远远高于贸易战的 美国呢 出台了很多啊 针对中国的法案 其中有一个叫芯片法案 这应该是去年实施的 就对中共实施啊 新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 包括了控制先进的计算集成电路 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 就是不卖给你 对不对 这个贸易战是我不让你 我阻止你的商品进来 你要进来可以 你要支付高的关税 科技战是我不卖给你 我限制你 甚至凡是使用美国设备的 那么科技的 你都不得对华出口 这样就把你脖子掐住了 对华为出了重拳 据英国金融时报1月30日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一些公司 将不再授予他们 向华为出口美国技术的许可 这一个就标志着 美国政府遏制中国科技公司 又出了一个重拳 就是对美国公司进行净利 发布净利 你不得把这些技术 跟受给你的这些技术 不得授予华为 就给你限制住了 这是很厉害的 还不仅如此 上周美国又出政重拳了 与日本荷兰达成了一项三方协议 将对中国这些国家 向中国出口某些芯片 制造设备加以限制 这个实际上说的就很清楚 因为日本有很多高精尖的 这种制造商在中国都开有工厂 那么限制你不许将这些高科技 制造设备出口给中国 荷兰是有特质的 因为荷兰的光刻机 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所以禁止它 把这个光刻机卖给中国 中国多次跟荷兰公司商量 荷兰公司呢 因为商人吧 他没有这种概念 他恨不得马上卖给中国算了 但是作为国家战略 美国、荷兰、日本三方 达成了这个协议 那中国基本上就玩玩 我看到报道说秦刚也跳脚 是吧 跟荷兰呢 想通过外交努力 来阻止这个协议的签署 但试试看来也失败了 再一个 外国是谁呢 当然是欧盟了 欧盟内部市场执行委员 布雷顿 1月27日就表示 我们完全同意剥夺 中国最先进芯片的策略 我们不能让中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 他说了 在限制中国芯片 获得微芯片、量子、计算和能工智能方面 欧洲与美国有非常强烈的一致 他还说了 欧美也在5G网络方面进行合作 将高风险供应商移除 并对了密切关注中国对欧洲半导体关键设备设施的持续投资 他还登出西方国家对西土进行更深入的协调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你看这哥们 这个比拜登还狠 他为什么欧洲这么恨中国呢 或者分开吧 说中共吧 为什么这么恨中共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俄乌战争 因为俄乌战争啊 你是发生在欧洲嘛 你就在人家的这种领土边 或者国家边里发生战争 赤裸裸的入侵 并且中国呢 还给予彻影 据说呢 明年的春天 在 就是今年的春天吧 就是2月份 2月24号 是普京入侵 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 可能在这左右 习里面还访问莫斯科 你看这是不是犯傻 是吧 能够这样做吗 所以欧洲啊 对中国侧应 俄罗斯是非常的不满 所以他们又签订了这个协议 当然 这就要恰脖子了 是吧 你想买 人家不给你 你想偷 现在也偷不了 是吧 处处在防范中国 怎么办呢 我们就看 习近平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的说啊 就是新型举国体制 要成为重要科技领域 全球领跑者 刚才说了 在交叉领域要成为开拓者 要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的科学中心 和创新高地 老习的特点就是 就是说这种宏大叙事 说这种大话 冲不脸红 但问题是口炮一打 那你怎么落实呢 老习有一招子的不落实 我就这么口炮打了 你信不信有理 反正我就这么说 那总会有人 一听到还是振奋一下吧 他就是这样玩 现在老习正在把 中国共产党变成口炮的 因为你看到上台以来 吹了多少流 哎呦 我听到现在 在听的时候都脸红啊 什么为世界人类 人类子民前行的方向 用中国文化引领世界潮流 解决世界难题等等 就原来自己是一个世界领袖 是一个神 他就是这样的 反正你信不信 反正你也听不懂中文 信不信有理 我就这么说 我就自己把自己当神 这个跳大神 那怎么办 好我们就来谈 他的举国体制 习近平说呢 他有举国体制 这是他的法宝 就像那个防疫 封城清零一样 他总喜欢创造一些法宝 举国体制 不是说习近平是举国体制 其实前苏联 毛泽东时代 都是举国体制 这个没有改变 也就是运用国家整体的实力 统一行动 不计成本 来实现一个目标 这从表面上分析 当然那些私营企业 打不过一个国家 你以一个国家的力量 来对待 与一个私营企业 进行竞争的时候 私营企业当然是处以下风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西方国家指责中国 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呢 因为你对这些企业 给予了国家的补贴嘛 那当然他就赢得了 他不计成本呢 跟你竞争 你一个电脑 卖一千美元 他卖五百 一百 甚至送给你 那你怎么能够的竞争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好像呢 打不过举国体制 就是我们说 这个一个船头 五个指头 我们把它捏起来 当然呢 这个力量肯定就大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而相反是举国体制 打不赢 市场 自由市场体制 这可以看得出来吗 谁的经济最发达 谁的经济实力最强 当然是西方国家了 是吧 没有西方国家 没有美国的支持 中国哪有什么 经济的崛起 和什么 中国模式呢 我们就从防疫来说吧 防疫就是最好 因为中国用的就是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呢 看来 事实看来是失败了嘛 因为它带来有一个弊端 就是领导能得 这种权力不受约束 它的决策的 这么一种随意性 它就是独担专行 你比如说封城清零 封城清零可以 无非是一个隔离措施 在中世纪为了隔离病毒 就采取封城的问题 不许出门 谁出门 惩罚谁 没什么 在SARS病毒的时候 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封城 没关系 但问题在于 你封城 你就必须要经过一个法律程序 就是要有依据 比如说你实行紧急状态 第二个呢 要有科学认证 你不能说 我有一个房子失火了 我把整栋大楼都摧毁了 是吧 我要泼脏水 我把小孩也泼出去 这肯定是不对的 行政法学 其实讲 我们说依法行政 就讲一个比例原则 或者叫合理性原则 就是你做什么事 它要合理 这就要科学认证 你不能不计成本 而我们看到的 这种封城清零 或者动态清零 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特征就是反科学 反法治 反能性 最终 把一场 一个医学问题 传染病嘛 不就医学问题嘛 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 甚至来进行 很荒唐的制度比较 所以老习呢 希望通过这来证明 他的所谓的东升西降 也就是 东方 东方也不说了 就是中国吧 中国在上升 西方在下降 这不就是毛泽东说的吗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最终的结果 怎么了 自己到了 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 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 所以你不能光吹牛 是吧 每天就是吹 坐在那里 那这个最终有一天 你的话也没人相信 是吧 你现在我们在那里 谈通 东升西降 那不是笑话吗 是吧 被迫要抄西方的作业 所以说 举国体制的特点 它比较适合于搞维稳 就是 精于统治 而疏于治理 跟西方体制恰恰相反 西方是人民主权 人民是主人 总统啊 官员呢 是人民雇佣的 这种公仆 为人民服务 干不好 回家 干得好 接着干 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 为什么官员不敢得罪老百姓呢 我们就说芯片吧 回到芯片 芯片呢 也不是习近平时代 其实早就开始 中国一直在 鼓励开发芯片 最终呢 采取的方式 是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 最终 让芯片公司成了烂尾楼 你看现在有多少 芯片公司 一粘到芯片 就马上 我要搞芯片 原因是什么 上市呗 上市干什么 穿钱 穿钱 至于说有没有芯片 你去看 就像那个 我们说的什么基金 你哪里看到 这个基金厂有一只鸡呢 它实际上都是配方 其他方面 把它做出 做出了个味道 它不可能去 从鸡里面提 提炼东西 在2003年 我们就曾经爆发了 一个叫 汉芯 骗局 是一个很大的诈骗案 作成为世界校团 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学 汉芯科技研究公司 有限公司 研发芯片 叫汉芯 这个汉是武汉的汉 2003年2月 上海市政府就发布了 汉芯一号 随后是汉芯二号到五号 分别在2004年和2005年 就发布了 汉芯那称呢 汉芯一号采取的 是国际先进的 0.18毫米 微米半导体工艺设计 在只有手指甲 一半大小的 这一个集成款上 装有250万个零件 而且具有32位 运算处理内核 每秒钟进行 两亿次的运算 你看流吧 但事实上呢 最后就被揭开了 被揭开了 叫2006年的时候 这个清华大学的BBS上 就有人发帖了 就是汉芯黑幕 检举啊 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陈介 所谓的汉芯就是造假 那怎么造的呢 哎呀 你别说 中国人在造假上 还真是很有天赋 他就买了一个摩托罗拉 这个菲斯卡尔56800芯片 然后找了一个农民 找了一个农民 农民说 干嘛呢 哎 找你 找你有事 你干嘛 我 你这高科技 我俺也不懂啊 我能干嘛 你 你会用那个沙纸吗 去磨 那当然会了 你就干这个事 把那个上面的标志啊 你给我把它磨下 磨消 磨没有 然后我在印上 我自己的标识 嘿 他就这样搞出来了 哇天哪 然后呢 这个细沙纸啊 你别说这个农民呢 还磨得真可以 居然呢 磨掉了啊 然后在印上 汉星一号 汉星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骗了中国政府多少钱呢 一亿一千万 好像最后到位的 好像是两千六百多万吧 具体我就没有查 你说这是不是丢人蟹 哪能这样玩呢 找个农民 把人家的芯片拿过来 擦擦擦擦 一磨 那你怎么生产呢 哦 有办法 那我就进口 大量进口呗 是吧 现在不让进口 完了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那怎么办 所以举国体制 我们来看啊 习近平呢 他喜欢搞举国体制 啊 喜欢毛泽东 那一个时代的东西 他已经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了很多事了 比如说啊 雄南新区 一带一路 啊 现在一带一路 好家伙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呆上 你送给人家 人家说 我不可能还 你给我免债吧 哎 王毅去 啊 免了算了 那都是老百姓的钱啊 你把这老百姓的钱去买了个 呃 看好家伙 那个火车站 高铁站 那草啊 长得比人都高 没人去啊 你跑那里干嘛呢 是吧 他呀 我想啊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 为什么新云 喜欢熊和新区呢 因为可能这个名字 他比较喜欢 熊嘛 强壮 啊 又安全 现在不是说 安全啊 至上嘛 安全 要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石嘛 可能喜欢这 还做了一件事 这哥们 哎呀 这是不作不死啊 叫北交所 大家知道 我们的证券交易所 有深圳的啊 深交所 上海的啊 上交所啊 现在他也搞了个北交所 北交所啊 主要是为了那个 新三板啊 新三板科技公司创始的 他是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北京证券交易所 哎呀 这个公司不得了啊 这个啊 他的最近呢 爆出单日股票成交量 各位知道多少啊 2200元人民币 我的天哪 这就是一个自己一个人啊 自己从自己的账材倒 也不知道2000多元的 不仅老股交易清淡 新股也无人问津 他开业一年来啊 从开市股票 平均上涨98.9% 到现在有近九成新股 一挂牌上市就跌破发行价 所以北交所啊 已经被称被人为僵尸股市 所以中国人就不就有议论呢 说北交所啊 这个恐怕于雄安新区一样啊 是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三大败笔啊 然后呢 我们还看到了 他在这个会 这个学习班上还说到了啊 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我要谈的第三点 就习近平强调发展和安全呢 透出了选机 中国放弃清零以后啊 这个三年 这个疫情防控以后 大防开啊 应揽进揽 应死进死 这个以后呢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苗头 什么发展经济啊 各地组织啊 代表团跑到西方国家抢订单啊 还有啊 这个外交把战狼造立间也掉了啊 等等 然后秦刚跟这个俄罗斯外长啊 谈的时候 也从什么无上限呢 啊 这个啊 没有什么限制的发展呢 到最后是三三个原则啊 这个不结盟啊 这个不以针对第三方啊 等等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大家感觉到啊 好像老习在掉头啊 这个 但是呢 我们其实从逻辑分析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上台之前他是有谋算的 又经过了十年的折腾 那么到了现在 要要要撸起袖子干的时候啊 突然你说他他不干了又回去了 而我觉得四个人都做不到啊 他都会去 在最顺的时候 尽管现在呢 遇到了一些问题 白子革命啊 和群众的一些反应啊 就把头啊 缩回去了一下 但是呢 缩总要还生出来的嘛 他是不会改变的 目前只能说是权益之计 但是在这次讲话中 习近平露出了他的单理啊 他说了 要发展与安全病局 实际上就是说 二十大上所说的啊 要把安全治愈经济发展至上 什么病举了 是吧 两个总有一个先吧 对不对 事实上他没有改变啊 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那么如果按照习近平的思路 以安全为中心 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那个举国体制发展芯片 也都是 也就是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啊 第一个呢 你以安全呢 就可以放弃经济 可以算政治上 而政治上是什么呢 谁也算不清楚 对不对 你跟他说 你说哎呀 现在没工资发了 然后公务员不愿干活 躺平 老百姓愤怒 要上街 算政治上 什么是政治上呢 那谁说得清呢 是吧 第二个呢 为了安全 那肯定叫斗争了 叫权斗啊 对不对 我要安全 那我就消除一切可能 产生隐患的地方 那叫打击嘛 那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发展了以后 他当然的会有一些 民主自由方面的要求 法治的要求 那不就是打击的对象了吗 第三个呢 就是安全的 可以在这个招牌下 剥夺权力 你看心里面上台以后 是不是中国人的权力 像脱衣舞一样 是吧 今天一下扔一劫 另一下扔一劫 好家伙 最后赤裸裸 什么都没有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安全 他就要针对什么 敌对势力 到处都是敌对势力 海外敌对势力 国内敌对势力 新疆敌对势力 西藏敌对势力 整个国家危机重重 天天敌对势力 那怎么办 那就要镇压 是吧 所以说如果习近平是以安全为中心 中国只可能最后走向北朝鲜 北朝鲜就和金正恩一句话 你看这个韩国的电视剧 那就是这个黄色的淫秽的当场取决 也不进行审判 拉出去 Q干掉 或者炮决 权决 那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事 所以说 习近平的调头 我反复提醒观众朋友 就是权益之际 他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三月份人大 他的习家军全部上位 占好了各帮港以后 你看他怎么折腾你 就是撩起了 极权主义的刘牙 就露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 其实有个逻辑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 一个想掉头就掉头 根本就像我们开汽车一样 我们开到高速上 突然我想掉头 掉一头 那后面的车 那根就不撞上去了吗 不管 撞了 撞了白撞 如果是这么一个人 你能信任他吗 你能有信心吗 对不对 你敢坐他的车吗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 习近平新的折腾 即将拉开序幕 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到这里 明天呢 咱们接着聊 我会在这里 为什么不撞上去 我会在这里 的 其实是我们的 我会在这里 不得了 你那么多好 那边 我会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